胡春华未入常海阔天空 港媒报两大理由 中共十九大新一届政治局常委集体亮相后 以前试图看长的胡春华未能入常 由港媒曝光了胡春华落选政治局常委的两大原因 胡春华向中共中央打报告 一是自己身体不好 坚决不入常 二是坚决拥护习近平思想进入党章 这一表态令胡春华海阔天空 香港明报10月26日也指出了类似原因 对于胡春华未能入常 消息人士称胡在内部会议中曾表态称 自己身体不好 不会继续高升 报道还称 胡春华落选后 在十九大期间依然表现轻松 据十九大广东团人士透露 胡春华一切如常 还让代表们将与他拍的合照传给他 公开资料显示 胡春华1963年生于湖北一个农民家庭 胡的从政经历创造了中共政坛的多项记录 而他的升迁路线则与中国共青团分不开 因此被外界视为团派议员 有媒体总结如下 他于1990年2月 不足27岁就出任副厅级官职的共青团西藏自治区位副书记 1997年12月34岁 升任副部级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兼全国清联副主席 2006年11月43岁 晋升为政部级官员 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2008年4月 45岁的胡春华成为当时中国罪 年轻的省级行政区领导人 2009年11月 胡春华接替楚波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2010年1月24日 当选为内蒙古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2年12月18日 接替汪洋出任广东省委书记 2012年11月15日 在中共18届一中全会上 胡春华晋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